HELLO KT 瑞幸粉丝团的朋友们大家晚安 早上的话安装的车种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七代 七年五代 现在呢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车种呢 一样是Golf 那这台的话呢是五代 那一样都是GTI的车款 安装的话呢是KT的道路版 五代跟六代的底盘比较相近 那七代的话呢就稍微不太一样 今天的话这台是五代的 五代的GTI 也是很经典的车款 前面的话 它的悬吊系统 其实跟早上的七代呢是差不多 但是它的长度的话 比五代六代都还要稍微 比七代的话还要稍微长一点点 悬吊机构的话其实都大同小异的 前面的话一样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那因为车主本来已经有改装了其他品牌的避震器 所以需要现在师傅在做的动作呢 需要做一个理窄串 适合它现在目前我们家的规格 其实就买原厂的底仔串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今天要等一下把它装的是可调式的底仔串 那前面的部分 上座的部分的话 是我们有附上座 调整部分的话是在这个银色的头 因为如果用一般的调整头的话呢 它的放进去的话会不好调整 所以有附了一个银色的小头 那一样顺时针的话就是变 顺时针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这一颗一样是2.0的FSI 涡轮引擎 5代之后的GTI就是涡轮引擎 那前面的GTI我们的配置 是配置了180长 8公斤的弹簧 然后桶身的部分的话 前面的桶身比期待还要长一点点 它的主名有的话 一样是意大利IP的主名有 尤峰的话呢 用的是日本OK的尤峰 这是前面的悬吊系统 独立式的麦华城 这是很经典的车款 来介绍一下后面 后面一样是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悬吊系统 它的上座呢 就需要沿用原厂的 上座在这里 后面的阻尼调整呢 一样从这个地方 顺时针的话就是变硬 逆时针变软 所以上座的部分的话是需要沿用原厂 后面的车高调整 主要取决呢在这个地方 后面Hilokey车高呢 如果要高一点的话 它的Hilokey的话要调长一点点 那今天预计的话 后面是大概一十半左右 后面的弹簧公斤数跟早上的漆带是一样的 是配置两百长六公斤 但后面的悬吊系统跟漆带比较不一样 它的下方的锁固定点是在 是在仰角的上面 那漆带的话是在下支币 所以七代的跟五代六代的悬吊系统是不知道不太一样 不要不要先拿去拿去拿去 好 别拖得有卡 这是五代的 车主原先由已经有改装了18寸 五代如果没记错当时的应该是17寸 这也有改了18寸的铝圈 预计降下来的车高前面是大概两指幅 后面一直拌 所以这一台的话其实也可以做 原来原厂的话 五代也能做偏心螺丝 在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也能微调Camber的角度 所以 并不用再上那个 不用再改阳脚调整器了 后面已经安装完毕了 就只有剩下把轮胎装上去而已 这个四代五代的话就有R32 R32 R32是经典的那个装出双尾段 前面的话现在在安装的是可调式的梨仔串 五代六代还有七代的话呢 车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有提供够客人试程车 可以给大家试程 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程KT的产品的话呢 我们工厂里面有一台是七代的 它型号也是GTI可以让大家试程 现在要装胎了 镜头的这边呢 这个这台是KT里面的试程车 这台是七代的 OK那以上是今天的那个Goff五代GTI的安装直播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有要试程的话呢 再跟我们后台的小编联络 谢谢大家